啊 今天好熱啊 跟小星約好了五點半一起去美食節 不知道她準備好了嗎 咦 什麼到了 嗯 有點緊張 第一次跟小星一起出去玩 不知道她的份人怎樣 之前都只是在班裡說過幾句話 唉 希望可以跟她做朋友 人呢 等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沒想到你來得這麼快 你先進來吧 對 我不好 早了 不要緊 也不是你的床 你再多等我一會 我收拾東西就可以走了 咦 你有沒有帶環保餐盒啊 如果沒有的話 我幫你戴吧 蛤 找來幹什麼啊 那些店舖不是會準備餐具給你嗎 用不著自帶啊 環保一點嘛 你知不知道 隨著人類的不斷增長 人類產生的垃圾量都是累創新高 忙碌的生活方式 以及習慣的生活形態 促使我們去使用一次性的產品 例如汽水罐 膠盒 膠袋 等等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 只要停下腳步思考 就可以發現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製造塑膠垃圾的瞬間 而且根據聯合國環境報告指出 全球每年製作藥 3億噸的塑膠垃圾 而其中約有高達800萬噸的塑膠垃圾 流入海洋 如果維持目前的生產速度 到達2050年的時候 海裡面的塑膠甚至會比雨更多 而塑膠的廢物會破壞整個海洋的生態 例如海洋生物會被垃圾纏繞 因垃圾導致缺氧死亡 以及海洋生物和海料五石塑膠飲罐等 另外大量的塑膠垃圾飄浮 覆蓋在海面上遮蔽了陽光 阻礙綠色水生植物進行光合作用 造成河水中溶架養大幅減少 導致大量的海洋生物缺氧死亡 還有微塑膠 它含有有毒化合物 不易分解會長期殘留在海洋 而且體積細小容易被雨淋 背殼類生物和食 而無法拍出體愛 引致腸妝變形和中毒 由於微膠粒難以消化分解 會在食物鏈中不斷積累 最終可能會被人類攝取 毒素若是人體內積聚 便會影響免疫系統和神經系統 增殖能力甚至治癌 減數政策不僅是政府的責任 你我都應該積極參與 現在舉個四個例子 1. 隨身攜帶購物袋 相信每個人在家裡都有不少購物袋 但是你是不是每次出門的時候才發現忘記帶呢 可以試試把購物袋放在圓關 明顯的位置或者隨身袋 都可以在每個地方都放置一個購物袋 減少使用塑膠袋的機率 萬一真的忘記帶 而且東西都不多的情況下 都可以選擇塗手張、商品帶回家 犧牲一點點不方便 就可以減少一些浪費 2. 盡量在餐廳內用餐 外帶食物難免會使用到塑膠袋、塑膠盒、紙盒、紙袋等一次性的餐具 因此盡量選擇在餐廳內用餐 對減少塑膠生活來說都是非常之重要 而且偶爾轉換餐廳環境 可以調整繁忙的生活步調 3. 使用環保餐具 使用環保餐具實驗減少生活 自備筷子、紙巾、水瓶、飯盒等環保餐具 除了減少一次性的餐具浪費 有些店家會提供優惠的自備餐具的消費者 實行塑膠生活的同時 還可以省些不少的餐費 但是記得一旦買了環保餐具 就要多些使用 如果經常都忘記一旦 對減少生活是沒什麼幫助 4. 不購買過度包裝的產品 很多商品都會用保麗籠和保鮮紙封裝 油些蔬果甚至每一粒都要用防撞摩套再獨立妝 這些包裝最終會成為垃圾污染 建議多度包裝較少的傳統市場 或者場地直接購買 除了更新鮮之外 還可以減少碳足跡 那你現在了不了解呀? 啊對對對 多謝了 那我們現在走吧 那好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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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